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瞬息万变 又要随时禀报 用刀刻字的速度太慢了 这可要把大将军击死了 一天 蒙田将军正为此焦头烂额之计 干脆用刀割了一下手指 直接在灵卷上写了起来 等收到这战报 把分管战士的官员吓得半死 这是血书 什么意思 战况瓦登紧急 于是立即暴揍秦始皇 等援军出发多日 又收到血书 这时军师提醒蒙田将军 不能老写血书 而且可能会引起朝廷误会 被提醒后 这位将军更加着急 这可怎么办 既然不能用血 那就找其他颜色 用手指写 今天后 蒙田将军的手指也写肿起来了 这时 他看到士兵手中的武器上有红鹰 就扯下一撮 绑在竹竿上 依次来代替手指 沾着点颜色写在白色的丝林上 写得又快又好 包山战国储木出土的毛笔于是 他命人如法炮制 做了许多能写字的工具 北方野狼较多 士兵经常打狼 剥制狼皮 做衣取暖 狼毛则制成笔头 在外草原 人们多牧羊 因此也用羊毛制成笔头 这就是毛笔祖师蒙田 流传下来的狼毫笔和羊毫笔 而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 在蒙田以前已有毛笔 考古发现 毛笔创始于新石器时代 那时的彩陶上 就留有毛笔描绘的痕迹 到了商代 毛笔是做技术教之前有了提高 大量出土的甲骨文中 有的还保留着漏刻的字的笔道 从这些笔道上 可以明显看出毛笔书写留下的痕迹 战国时期 毛笔已经有了文字记载 那时笔的名称繁多 燕国教福 楚国教姓 秦国教笔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实行书同文 规定传书为统一字体 笔也成了定名 一直沿用至今 湖北省隋州神雷古墩 登侯一幕发现的春秋时期的毛笔 是现存最早的毛笔实物 清中期古前文象牙管子好笔 兰花蕊式的笔头 此外 秦代已经出现用戏主管制成的中部镂空的笔管套 用以保护毛笔 本文系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 版权过原作者所有 谢绝转载 承邀关注陈鸿标写字说话更多精彩内容